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要骑完9103公里 爬升多少 爬升7万7千公尺 7万7千 我好像这辈子爬升量还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就来访问他 看看一下 为什么当初会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Rebook是在2015年 第一次办这个活动 然后隔年他们推出他们的宣传片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朋友看到这个片子之后 他就take我 2015年那是7年前 对 然后他就take我之后 我看完那个他的宣传片 短短的差不多4分钟左右 然后我整个就觉得说 好 这是我最想参加的比赛之一 热血沸腾 全都走起来就对了 对 当那个影片 他右上角那个里程数 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是到了7千公里 8千公里的时候 然后快要到终点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生的是 整个是沸腾起来了 男人看片子都会这样 看到喜欢的片子就会沸腾起来 但是也不知道要怎么参加这场比赛 那个时候 然后也没有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只知道说 那既然要骑那么长距离 那我就是需要好好的做足准备 那你7年前你还干嘛 我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刚骑完法国1200公里的极限赛 那是风系列的 风系列总共出去几次 风系列 从第一代是从2007年开始 07 11 15 19 你什么时候开始骑车 我其实我从06年就开始骑车了 就刚好遇到07他们就开始 对 但是07第一次他们出去的时候 台湾没有很多人去 只有两位 然后等到他们两位回来之后 才把这个活动引进来 那介绍欧巴桑是不是 对 我是09年之后才开始骑风系列的 那可是你2006年为什么开始骑车 因为以前是跑步 你以前是跑步选手 不算选手 都是业余阿浩子 然后后来知道自己扁平组 所以就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我每次跑到30几K的时候 脚就不舒服 那我应该有扁平组 我每次跑10K之后脚就不舒服 然后后来我朋友就 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单车热起来 然后朋友买了脚踏车之后 后来又升级了 把旧的脚踏车借我骑 你那个时候是已经出社会了 还没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先当完兵 然后再去考差大 所以那时候大约是大三的时候 所以也算是学生时代就开始骑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走上脚踏车的不归路 好我们先回到那个西伯利亚来好了 我们原本预计因为最近在战争 所以好预计开始 从预计开始好了 所以我们预计是六月的时候会去 对六月的时候会去 这个西伯利亚总共有几站 它总共分15个单站 15个单站 那每一站大概多长 因为你9100嘛 15个单站 那一站平均600多呢 没有啦 如果说9100要24天骑完 每天大约就是一日北高 每天骑一日北高的距离 它15站不是每站都一天 对对对对 因为它有些站的距离非常长 那它最短的一站是260公里 260 我骑到台南就累了 然后它最长的一站 也是它最困难的一站 是在它第13站 然后他们叫做Kingstead 就是国王的舞台 那一站你必须要骑1368公里 比环岛一圈还长 还长 但是它的爬升也是非常惊人的 多少 它爬升15000 15000 大概要爬五次的武林 差不多 所以你最长的一站 因为一站不止一天 最长的一站 要走环岛 然后再爬五次武林 对 然后我们限时的时间 是要在两天半左右骑完 人生苦短 所以15站 那这样子总共几天 15站总共是25天 然后有一天是休息日 只休息一天 对只休息一天 人生真的苦短 那它起点在哪里 它起点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现在还能去吗 若不前天有寄email过来 所以他们还在观望这个战争 终点呢 终点在海参威 所以它是从 算从西边骑到东边 对 那史上总共有几个完成过 它每一届的选手 平均大约是10到15位 然后它办到现在只有9位完成全程 所以这一次报名的有几位 这次报名的有12位 几个亚洲人 只有我 只有你 只有我 其他呢 其他就是欧美跟澳洲 亚洲以前有人参加过吗 上一届有一个印度选手 有一个印度选手 但是像我们这种比较黄一点的 没有吧 没有 都没有人参加过 没有 因为它这个要报名 我后来才知道说 它原来它是需要透过征选的 就是你在你的瑞布的报名表里面 它最后面会要你写说 你骑过最长距离的经历 然后它有大约就是 因为你9千亿的话 你不能够说 我今天骑过双塔 或是我今天骑过1000K 那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单站的概念而已 好像不只 可能有一站比 越远超过这个距离 所以我那时候提出的那个经历是 以前去横越澳洲4千公里 横越美国6千8公里 6千8百公里 跟纵贯欧洲大约起了快7千公里的资格 的成绩给它 你的人生是发生什么事 好 那些活动 也有台湾人参加过吗 我参加的 那三场都没有台湾人参加过 历史上 就是以往 也都没有 你就一直都做台湾第一台湾第一台湾第一 就没有人想陪我去做嘛 所以说 你这样一直骑武陵 算是休闲活动而已 没有算是训练啦 训练 那有人用武陵的训练 那你武陵骑过几次 武陵目前快180了 180已经超越百登就对了 快要200登了 那 做拍访问的 那种非常人达得到的地方 我们还是再回到最难的这一个 瑞布的那个 英文没要量 它叫瑞布 Tran Siberia Extreme 有网站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我刚刚看一下网站是 从6月21开始 然后目前还剩下111天 又18小时 7分钟 40秒 不过那时候不知道 普丁还在不在 先不管普丁这个问题 所以说 你就获得资格了 所以已经报名了 对已经报名了 那钱回过去了 会了一半 一半 那一半是多少 一半是1万欧元 所以它total是多少钱 它total是2万欧元 所以是63左右 那2万欧 一个人去 它除了你之外 还有一个随行的工作人员 所以2万欧就是选手加 算后勤啦 一个 包吃包住 包游览车跟导游嘛 还有包医生跟那个祭司都好玩 那是谁 谁要陪你去 目前还没有找到 还没有找到 因为要出去 现在出国很麻烦 而且一出去就要出去一个月 现在就卡在那个 对 麻烦 所以那这样也算不错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后勤补给 他们这边会帮忙处理 对 但是随行人员帮你 安排一些 有的没有的就一个 对对对 这样我觉得Rap还不错 所以它从6月出发 那个时候的气候 大概会是怎么样 它可能到中午会到30几度 跟就我们台湾那种气候比起来会很舒服 然后到了下午可能忽然一变就变成下冰雹 当着火星一样 就是早上热 然后晚上很冷 所以日夜温差很大 它日夜温差很大 像我19年那个时候去骑Nordescape的时候 是骑到北极圈里面 然后那时候光是只到挪威的首都 欧十楼那边的时候 离北极圈大约还有好几百公里 清晨大约五六五点多的时候 只有四度 还在骑喔 那时候要骑 然后那时候是八月初 夏天震热的时候 所以西伯利亚的纬度 基本来说跟欧十楼那边差不多 所以西伯利亚这九千多公里 对你来讲应该没有特别难 因为你都骑过六七千的 因为它每一站都有关门时间 然后它最低的均数要在28 那是什么路 就是比较偏 都有 所以你应该会骑Grabble过去 还是 没有没有 它还是以柏油为主 对 所以它就不是偏 现在比较流行的Grabble 它还是有柏油路 它最主要还是柏油路为主 那这样你当初的话 你要怎么搭配你要比赛的车 我还是用一般的公路车 但是胎宽可能会用到25到28C左右 因为之前在国外骑 有一些碎石路段 或者是石板路 那时候用25C 就还OK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骑那么久 那么远 那么困难的路 要用什么样的器材 可是你就还 算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你这样骑的途中 万一有什么破胎 或怎么样的话 它是有 那个人员会帮你处理 还是说 你要自己处理 像风系列的话 好像就 它是没有资源车的 所以 风系列那个都是要自己处理的 那瑞布它这个是有资源车的 所以它一位选手配一台资源车给你 哎哟 不错 这样至少 很高规格 对啊 我应该也可以去吧 然后骑哥要来 OK欢迎我 因为据说我朋友那个参加48 night 坐那个车就快要死掉 你这个 我看你这个叫几十 night了 不知道几百 night了 所以到时候你的随行人员要陪你 这样子一路上 对它都在扶持你 对 蛮辛苦的 我觉得这个铁人不只是你 到时候你那个随行人员 那个也是很辛苦 对 应该开放报名了吧 就是可以坐26天不下车的那一种人 那这样至少 瑞布比以前的那个风系列 风系列其实就 横跃法国才一千多还是多少 一千多一千二是台湾的那个资格 风系列它在法国它是骑PPP 它是巴黎到它最西边的港口叫布列斯特 然后再回巴黎是一千两百公里 这好像听起来就很短的感觉 对就跟瑞布比以前来就 好像瞬间少了差不多八分之一 所以你09年开始风系列 对 然后10年就去法国了 本来11年要去 然后11年的8月在法国参加比赛 然后结果6月底7月初 做夜间训练的时候 拉伤了右膝的侧认带 然后后来本来很想要跟医生拗 然后医生说你确定吗 你那边已经是撕裂伤了 后来我考虑了两天之后 我就把费用都退一退了 只有再隔一年再去 没有 那个法国的活动是四年办一次 所以下一次去就要等到2015年的时候 所以2015年有去 2015年有去 可能那时候已经觉得很轻松了 也没有 因为好你除了骑过 我们所谓风系列 那个很长的以外 在你的旅外经验 更长的还有什么 最长的应该是美国 那一场骑了6800多公里 骑几天 26天 一个人 一个人 那个一个人你要怎么想办法 完成这个比赛 他是给你地图 还是说他也是会有单站 单站这样子 他那一场 他也是没有自愿车的 所以你要自己 事前就要做功课 然后我那个时候 他是6月2号的比赛 所以我5月20号左右就飞过去了 因为有时差的问题 然后所以在5月飞过去之前的4个月 我大约从农历年开始 我就开始做功课 因为大会他会给你一个GPS的路线 然后我就把那个GPS的路线打开来 然后他可以连接到Google Map 沿路找 然后我就 找Seven 然后对 沿路找城镇 然后我就自己做一张Excel表格 就譬如说 A点到B点 他有几公里 然后他的爬升大约多少 然后他有没有吃的 喝的 然后有没有脚叉车店 然后有没有医院或药局 就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然后还有他们大约会关门的时间点 因为国外他们不像台湾 就是一到日都会Open 然后24小时都会有店家 就是那个商店的关门时间 对 然后刚开始都会先做一些 在旁边做一个memo 到那边久了之后就 明天要礼拜天 今天礼拜六 我要赶快买多一点东西吃 因为礼拜天很多东西会close 这样26天就从东边 从西边骑到东边 西边 所以你飞机到西岸 对 然后骑到东岸 对 然后再坐飞机回来 对 那个时候装饰 准备装备的话 就是因为 6月1号2号的时候还在 因为我们是骑在北美 所以那个时候你还是很冷 早上起来的时候 清晨的话 大约也是7度6度左右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要带冬天的装备 然后等到你骑到一半的时候 越过那个洛基山脉 到了美国中部之后 变夏天 就变夏天了 然后就变了三四十度 所以你要带冬天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 然后还要带帐篷 睡袋 睡店 因为你没办法预料说 你有没有办法骑到你今天要的目的地 可是他有分站吗 没有 他没有分站 不负责任的主办单位 那是哪一年 那时候是2018年 那怎么台湾没什么人知道 就因为可能骑长距离算是小众 对啊 所以有很多资讯 其实大部分国外都会走得比我们还要前面 可是这样子你身上有什么赞助商啊还是什么 那个时候Trek有赞助我一台脚踏车 就为什么不知道 就说这么的有挑战的东西 这些厂商应该要多露出一点啊 应该多赞助一点才对啊 这样不行喔 在我们聊完之后应该要更多人来赞助这些 所以好 你这样子以往以来都很少赞助 对 你这些费用你怎么赚来 如果是那种没有资源的比赛的话 那其实经费就很容易自己控制 因为你到了那边之后 你今天要不要住饭店 你今天要吃多少 那个全部你自己可以掌握那个经费 没有啊 可是你人花费是你自己工作赚的 对对对 因为像譬如说18年那时候去美国 我从报名费到保险到机票 到美国那边去二十几天的开销 这样总total才11万块12万 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厂商 站住 那以后我们应该让厂商多知道 这些有意义的事 好所以除了美国以外 然后欧洲 欧洲 还有 这次的西伯利亚算是亚洲 你大概参加过几场 这种比较大型的 如果说是超过四千公里的话 是三场 小于四千的 小于四千的可能就好几十场了 好几十场 都不一定是台湾 台湾为主啦 对吧 因为台湾哪有好几千的 丰系列后来他有办一千K一千两百的 可是那个时候对你来讲应该就还好 那要去完欧洲澳洲之后 回来之后就觉得原来还OK 所以你已经超过那个殿堂之后 又回来之后发现才一千二 这个还好 但是我觉得骑肠剧最好玩的东西就是 即便你体能OK有经验 但是你因为没有支援车 所以你会碰到很多 有时候你没办法去处理的问题 比如说严重的机械故障 或者是说你骑一骑 不然巴头疼 然后就一直拉肚子 那你这样子旅外的经验 机械部分的话 那万一很严重机械故障 你最后怎么排除 最严重的一次是也是在美国那一次 然后我那时候离终点只剩下600多公里 结果后轮断缸石 而且那个是特规的 然后我那时候骑了200多公里 就乖乖乖这样子 一路乖 然后沿路找脚踏车店 然后去做维修 结果他们都说 I'm sorry 然后我就 然后最后骑到一个小镇前面 因为过那个小镇之后 我就知道我没办法再过去了 因为那边要翻过一座高山 然后一开始就要爬十几%的坡 那如果说后轮的钢匙断掉的话 他再断第二根我就没救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有问车店说 能不能够卖轮子给我 他说我们这边没有11速的轮子 然后我就 这不是美国吗 然后说我们这边有10速的 你还把他换成10速的 然后我就 因为我那时候是带11速的变速系统过去 然后就傻眼了 然后后来 应用应该也可以吧 就勉强 然后后来 后来大会有个规则就是 你可以上网订购 然后请他寄过来 可能哪来得及 那就是要等 对然后后来 他可以接受用寄送的 然后结果后来我加拿大的朋友 他们就情意相挺 他们就说 好你在哪间饭店 然后他们就帮我寄 我后来给他们那些位置之后 他们说 甚至你这个地方很麻烦 我说怎么了 他说最快要两三天 我说为什么不是国外都可以一日登走的吗 加价就可以了 他说没有 他们问过什么DHL或FEDS那些大型的 他们都说没办法 最后我就想说好没办法 我就多等一两天可以 然后结果他们后来一个小时候又传讯息跟我说 他们在加拿大找到一个专做特殊运送的 他们能够在24小时内送到 但是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我说OK 等到我收到货件的时候是23小时 然后可是看到那个账单 差不多快四百块美金 四百块一万多 一万多台币 运费部分 运费部分 然后可是我朋友已经帮我付掉了 真的很情意相挺 然后那个时候才解除我的危机 幸好所以这样有完成 那个魂越美国 那是谁办的活动 那是住在好像住在奥勒冈州的那个美国人 把他们自己办的 那你怎么都可以找到这些奇奇怪怪的 就超困难挑战 那不算挑战赛 那个叫做极限运动 有点像玩命关头 对啊 因为2016年的时候 我本来期完1200之后 那时候就打算说 那我要完成恒越五大洲的活动 然后我就开始上网去找说 哪些有恒越五大洲的 脚踏车的那种长距离的活动 后来丰系列他们在澳洲的那个会员国 然后他们有办一个恒越澳洲的活动 然后所以17年我就飞到澳洲去参加恒越澳洲 自费就对 对 然后因为这样就跟很多外国人交流之后 他们就跟我说 原来你想要恒越五大洲 然后所以他们就说 那美国有哪些活动 对 所以奇奇 不是奇奇怪怪的 就是一些传奇人 伏一类一句 传奇人物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很多传奇的活动产生就对了 对 然后后来就恒越澳洲 恒越美国 恒越欧洲 然后西伯利亚是我那时候16年看到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要完成恒越西伯利亚这个比赛的话 那我必须要累积我的经验 那我不能够只骑500公里 1000公里 2000公里 因为它的总赛程是9000公里 那我必须要从4000啊6000啊8000啊慢慢往上加 所以我那时候参加这些恒越的系列的时候 我每一次出去都给自己的目标 譬如说澳洲是4000公里 然后我想说好 那我就每天骑200公里 就是如果你今天骑完200公里 而且又背了你的行李 然后隔天起来 不会那种我痛个钥匙 我今天没办法出车了 而是还ok好我继续骑 然后也可以在预计时间内骑完200公里 然后连续骑20天 在台湾 没有那时候在澳洲 在澳洲 对 所以你就以赛代训就对了 对对对对 然后到了隔年要去骑恒越美国的时候 我那时候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天300公里 对然后反正就是你每出国一次 你给自己的距离就往上加一些 那时候也不知道瑞布的size 然后我那时候只知道说 我24天要骑9100 那平均一天就是骑360 那所以我就是要把距离加差 每天骑360 我每天都可以继续一直骑 而且时间不会变慢 变成你的tempo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五大洲已经完成了 三大洲 三大洲加可能的西伯利亚 对 非洲呢 非洲目前没有人办很远 我打算自己画一条路线自己去骑 你是之前是文化大学法律系毕业 对 那为什么不就往律师方面走 后来我觉得念法律可以让我去想事情 法律碰到碰到的都是要解决事情嘛 那解决事情有它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解决它 然后我是喜欢这个过程 所以说你毕业完之后 你也没有打算往法律这方面走下去 刚开始也有去考啦 就是真的不会考试 可是那时候其实念法律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种 我是不是可以去用法律来帮助别人 那种想法或者说一种正义感吧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 我自己不适合在这个圈子里面 因为考试没有考考得很好嘛 去事务所工作发现 好像每天都是做千篇一律的事情 就书记那一类的东西 然后整理资料啊 然后那些的 后来就是想说好 那我就是很喜欢运动的时候去想事情 那时候在跑步 然后就所以就 有时候有一些功课 反而是运动的过程中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释放脑内多棒的时候 就把它融会贯通 对就把功课做完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我那出国之后 我才碰到一些外国人才发现 原来可以用骑脚踏车这件事情 可以帮助到别人 就是譬如说 在澳洲的时候碰到一个 也是在恒越澳洲的澳洲人 然后他就是一边骑脚踏车 然后只要碰到人跟他聊天 然后他说我在骑恒越澳洲 然后我现在是帮儿童基金会募款 类似像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想说 其实当初念法律也是想要去帮助人 对 那都有 如果用脚踏车这个方法 除了说满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之外 那还可以去帮助到别人 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你事务所 接下来是换什么工作 我后来就 就一开始是先带儿童营队 那种夏令营那种 然后就是他们有东令营夏令营 然后带儿童营队 然后后来才去捷安特带环岛活动 你环岛就这样你有环几次 武林180登环岛 环岛超过100了 所以武林比较多 武林比较多 因为武林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快一个上午就完成 对 你这样100多 所以等于说你有接过100多场的环岛就对了 对 包括自己还或是待客人还 你自己还怎么还 就帐篷带着就一直骑一直骑 以前学生时代就是自己划路线 从以前的好像就比较有那种冒险的精神 所以你环岛每次都会走不太一样的路 对 不是像我们这种我也没还过 就是还完人家还过的就结束了 对 没有 你就是开始找开始走 对 因为台湾的路真的太多了 你可以一直乱绕 是喔 我想说环岛还过一次就很厉害的 你也可以还那么多次 你做到什么时候 我做到从11年的年底到19年的年初 然后之后就专门在横跃全世界了 就是后来是以链车为主比较多 这样怎么赚钱 就有时候就是有朋友pass case过来 或者是说有些分享那些的 这也是已经不是苦行生了 是非常苦的苦行生 你已经把这种长距离单车变成一种生活了 那西伯利还有111天 可是你现在这次受伤了怎么办 你那时候怎么受伤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前一天南部还在下雨 然后晚上的时候雨才停 我就问我朋友说 就是你们的活动还继续吗 那是什么活动 因为我有几个住在台南高雄的好朋友 然后他们在2月26号 就前几天他们要去骑那个东山塔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之前就有问过我说 要怎么样训练这种长距离耐力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那个方向 然后他们后来就自己划路线 所以也是模拟东山塔就对 然后我就陪他们练习 后来就骑到 骑到那马下快到甲仙下山的路途中 然后在一个小转弯 那个也不算大弯 但是那边刚好就是前一天地比较湿吧 然后又在背仰面 又是树荫 铺完薄油之后那些沙子没有清干净 然后我一过 我一进弯的时候 我就看到出弯点 但是我的车子就一直往白线那边偏过去 然后修正都修不回来 然后一靠近白线的时候 地上刚好有落叶跟算是泥土 然后就打滑 然后就肩膀就直接撞山壁 这个老师傅骑了 你现在在拖头应该骑了几十万公里 目前大约40到45万 对啊你40几万公里 结果就栽在这个很倒霉的地方 应该老天爷也有稍微帮助一下 那你这一次的RAP应该是不会办的 应该不知道 所以本来你打算就继续復健 然后想办法 然后就时间大去骑 对 有把握吗 其实就是还没受伤之前 其实也只能够说一半一半 那受完伤回去之后 其实也不知道能够回复多少状态 我记得我是出院 因为我住院五天 出院第二天之后 我就开始散步 然后爬楼梯 然后能够做的事情就尽量做 然后能够让自己活动 然后就是也有问我一些復健师的朋友 我现在这个状况要怎么 要做哪些简单的復健 可是你是断 裂右肩的肩胛骨 就是后面这一块 后面这一块很难跑 它很大块 所以你是整个撞进去就对了 我是整个肩膀扛下去 所以比锁骨断掉还要难过 对 因为它正常来说 跟锁骨比起来 它比较不容易断 对因为它很大块 你有钉 没有 就让它自然好 对 好累 你断完之后到现在 开始骑车了吗 就只能训练台 就现在就踩训练台差不多 因为手不能撑 不能够处理 然后所以现在大约就是 骑训练台大约是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就算稍微恢复一下 对 就是练个有氧 然后或者是去跑个步 对就是现在状况比较好一点 可以去跑个步 这样才多久开始跑步了 差不多 这个礼拜是第五个礼拜 所以震动什么 目前都还好 对 就是等那些状况都还好 像我第四个礼拜 去跑步的时候 我朋友说 你跑步的姿势很畸形 因为右边都不动 然后就是左边在动 没有办法动啊 对啊 然后他会跑五公里 就觉得快要死掉了 你是帮你特别做东山塔训练的时候 断掉的 也不完全算啦 就是他们想要练 然后我刚好有空 我就陪他们出来练习这样子 那好 那你这样子让以后的 跟你有一样热血的人 让他们知道说以后像这种 你要怎么练的话 你会怎么建议他 像我知道以前风系列 就会从什么 200啊 400 600 对对对 1200嘛 对对对 那东山塔要怎么练 基本来说 我会比较建议 像东山塔这种比较有爬升的 它是550公里 爬升差不多4500公尺 然后所以我会建议就是 自己平常在练的时候 是每100公里 就要爬升大概800到1000公尺 还是以那个波度 就是以看长度跟波度来衡量 然后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则 然后第二个原则就是 你今天你的赛事 你想要报名的赛事 它的距离是多少 你要你的训练量要大到 还有7成 因为你后面的三成 你也靠意志力 然后尤其是你在骑车的时候 精神状况很不好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风险会升高 对 所以说东山塔一般是定24还是8 这次他们是28 28 所以你说尽量应该 要可以一次骑20个小时 没有就是如果说是550公里的话 你大约要把你的训练量 拉到差不多350 300到350 爬升大约也是差不多3000到3500左右 现在这种350对你来讲 就是普通的训练而已 对 就因为赛事不同啦 就是你的目标不一样 你要准备的难度也会不一样 你针对这一次的西伯利亚 就是除了你那个去澳洲 每天360 每天200 先从每天200到每天300 你是澳洲可能第一天200 没有 应该是说澳洲整个行程 每天就200 然后连续骑20天 然后到了隔年的美国 每天就骑300 然后连续骑20几天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到西伯利亚 对对对 那去西伯利亚之前 你在台湾怎么练习 因为我很喜欢用武林 来当做一个训练的方式 是因为 第一个他爬坡 然后他在短距离之内 你就会要爬到3000公尺 那3000公尺有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练你的心肺 第二个就是 他可以练你的肌耐力 就是如果说你从中心杯到武林 持续出力上去 持续输出的话 你大概四个多小时 五个小时 你得是说四五个小时 你都在持续处理 你的肌耐力也会被有效的提升 另外一个就是 最好的就是可以练环境 因为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虽然是在热带跟亚热带 都是很热的地方 但是我要去的地方都很冷 武林就蛮凉的 武林他是3000公尺 所以他某个时间点 譬如说中午过后 他的温差就会出来了 然后或者是说他的冬天 他可能会接近零度 对 那这对我到国外去骑车 做那个环境训练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还可以测试装备 那你平常训练武林都几点出发 我大约是5点半做第一班的客运 对 从台中做到中心杯 然后做到中心杯大约是6点40 然后把车组好之后 大约是6点50分 从中心杯开始起 然后大约11点上下到 那你刚刚讲的那些器材 应该是属于衣物类的吧 衣物类或者是器材也有可能 因为譬如说你的灯具 他在很冷的时候 他的电池OK 然后或者是说下雨的时候 他能不能够防大雨啊 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啊 那些都是我们在骑长距离 说都要test出来的 这些都你自己花钱买 对 怎么没有产生叫你帮忙测试一下 衣服的部分 衣服部分这次Satini有帮忙赞助 然后所以像冬天的时候 我就是挑了好几次很冷的时候 上次最冷的时候是负一度上五岭 Satini的衣服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下雨你也骑 对下雨也要骑 所以你这样子 在这些训练的时候 你大概多久骑一次五岭 平均一个礼拜大约两次 两次 所以你就台中 然后去 然后骑完 然后回来再坐回台中 对 然后隔天再骑 通常我骑五岭的话都是连续两天 就看一下那种衰退的程度 还是说培养那个记忆耐力 对 长距离的部分 长距离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大约也是两次 所以你一个礼拜有两天的五岭 两次的长距离 长距离多多远 长距离大约一两百到三百不等 所以骑去哪里 骑去不一定 到处老 所以你这样一个礼拜就骑四天了 对 还有更长的 或是骑五岭 有没有翻到花莲再回来这样子 之前有 然后之前也有直接从台中骑到五岭 然后再骑回台中 也算是一个 某一个类型的训练就对了 所以你不会说 一直重复同样的就是 五岭五岭 或者台中五岭 台中五岭没有 你还是有安排就对了 你有没有什么所谓的 科学化的训练 因为以前都是自己看网路 然后但是有些资料 其实也不知道自己 update的资讯到底到什么程度 后来我是有去CPS 所以阿喜教练 他有建议我一些东西 譬如说你可以去 就是先测出最大摄氧量 然后或者是说你骑了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然后你的功率的下降幅度 然后他会知道说 你什么时间点之前 都是在用肝糖 然后什么时间点之后 是在用脂肪 所以你训练到现在应该 你这个超长距离的这种骑程 那想必你应该每天你的肝糖 跟什么糖都可以马上恢复了 就你现在应该你的转换率 都还不错 对 所以才可以什么澳洲 200都没有问题 美国300都没有问题 你已经成为一个骑车机器了 差不多 你这样疫情期间怎么办 疫情期间我就踩台 踩台 然后我就是踩功率踩弄山 然后因为弄山有分 因为弄山它是个区间 它有分弄山的下限中间 up跟under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都是骑弄山的上限 然后可能一次都要骑三个小时 然后看自己的心率 是不是也是在弄山 有没有脱钩就对 对 有没有脱钩 对 那你的人生现在除了骑脚踏车以外 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先把五大洲骑完之后再看 所以说好假设非洲 你也花一条路线骑完了 那五大洲都骑完之后呢 我会想要骑从 譬如说从南极到北极 可都是南极到北极 就是 那有相通吗 可能是有 接廊到南极圈的概念 然后进到北极圈 所以横的骑完的 要骑直的就对 对 直的也有几条线要骑的 对啊 像就是从阿根廷骑到 阿拉斯加是一条 然后澳洲的话 就是想要从他最北边的 达尔文港 然后穿过他的中间 到那个大石头 乌鲁鲁 然后切到那个墨尔本 对吧 也是一条 欧洲其实有一条路 也很想骑 可是现在路线那些 欧美人是有人骑过吗 有些有 有些没有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 亚洲第一人要骑了 接下来会不会是 全世界第一人骑完 其实光是外国人来讲 要连续三年完成横跃 跨洲这种比赛 连续三年 其实已经没有很多人了 然后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是好玩 然后有些人 他们可能是骑过 从南美骑到北美 但是他们是用旅行的方式 他们可能骑了 一年半两年 对 然后可能我 可是我可能是要花在 花在一个多月或两个月之内 你是把他连续骑完 他们是履行 把他履完 对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我旁边就有一个 最奇特的人 那我们接下来 西伯利就看着办 对啊 希望 希望 希望他在你复建完 复出之后 可以成功的再次重启 因为我觉得应该 6月应该很难 他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期了两年了 所以应该都是你的关系 他这一次 他这一次又要再延期一次了 大概就是他有听到我的心声 他知道我受伤了 那我们就让盛智 慢慢的恢复 也希望西伯利亚 有机会再办 如果大家对长距离有兴趣 或者说 延延不知道要骑五岭的 还是说想要骑个1000K 可以找我们粉丝团 三神王盛智 那他一定会帮你解答 说不定他就约一约 两个先就去环 三天环岛 三天环岛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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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